社群IP的打造法则 关于社群IP的打造法则和运作的方法论 不管运作社群还是运作社群里面的IP 还是对于个人成长 个人选择创业 选择项目 都会学到很多内容 平时看项目会经常问创业者一个问题 创业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决定了创业者创业的动机是否端正 同样道理 做社群IP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做IP 到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还是把自己的技能完全输送给用户 还是为了解决社群问题等等 这是很关键的 但对于社群IP来讲 经常会问一系列的问题 大概有七个小问题 这七个小问题称为Lanpast法则 第一个问题是你到底喜欢什么 因为喜欢是一种主观能动性 如果一个人喜欢干一件事情 就会愿意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付出时间和精力 这种主观能动性带来的能量是巨大的 做社群IP也是 如果想在这一块有所成就 喜不喜欢很重要 当然很多人认为做一件事情是一个意外的选择 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事情怎么解释 在原来社会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错 做家里要求做的事情也没错 因为在那个时代机会不多 上升通道不多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只要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并掌握得好的话 就可以通过新媒体工具 互联网方式实现价值的倍增 而且能够团结到一批 有相同爱好的人 这一点才是值得思考的 第二个问题是擅长什么 ability 能力是什么 这一点也尤为关键 有一个理论叫长板理论 就是你的长处 决定了组织水平的上限 原来讲的木桶效应 就是短板理论 就是团队水平不取决于能力最强的人 而取决于能力最差的那个人 但在互联网时代 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 都应该被凸显出来 应该给别人创造价值 所以长板理论 擅长的就是给别人长处 给别人创造价值 实现优势互补 所以擅长和爱好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擅长 依靠自己的短板跟别人拼 是没有任何希望和意义的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 离补自己各种不足 要扬长必短 把长处不断释放出来 把长处发挥到极致 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产生付费就行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lead 谁会关注你 谁会对你的长处有需求 谁对你的优势有需求 能否满足别人的需求 这是尤为关键的 所以做梳理的时候 谁会喜欢 谁可能会用到我用的东西 只要围绕需求做社群 才可能产生结果 我们看到大量的项目 发现80%项目属于伪需求 没有切中用户的痛点和要害 所以这点是非常致命的 在选择方向的时候 要想到就是谁会关注你 他们的需求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第四个问题就是 他们关注你 但是愿意付费吗 付费是关键 付费是商业价值 所以即使有一技之长 即使有用户关注 但是用户觉得这个事情 不值得买单 不值得付费 那做的事情可能意义不大 只是做公益而已 凡是没有产生付费效益的 商业模式都是公益精神 都是一种情怀 很多人做创业项目 其实都是在做情怀 这种情怀本质来讲 就是别人喜欢享受你 这种状态 关注你 但是他没有付费的意愿 这说明商业模式没有打通 第五个问题就是市场大小 Extend 这里讲的是市场规模 市场大不大 关注的人付费的人多不多 用户到底是百万级别 还是千万级别 还是亿万级别 微信之所以这么牛 是因为他的用户太多 有七八亿个用户 因为他解决的通讯交流问题 他的市场是足够大的 第六个问题是 你有优势吗 String 在这样的大的市场里 总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对手 你和你的竞争对手相比 有足够的优势吗 这个行业的竞争程度如何 比如现在的单车共享 是2017年最大的一个风口 这个风口在没有多长的时间里面 已经涌现了几十个竞争对手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进入这个行业 那你能否干掉膜拜等等 所以要跟竞争对手相比的话 是不是有足够的优势 至少在小范围之内 优势是不是明显 作为用户来讲 肯定会选择更好的一点 所以这第六个问题非常关键 要自己评判 特长优点 围绕长处优势 做自我定位 然后选择真正的细分市场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只是随大流的创业 只是在做自己的IP 最后一个问题 是你的行业属于什么阶段 是一个趋势 trade 如果你做的事情没有趋势 那它只是一个西洋产业 这样的产业做IP 是很难形成势能的 因为真正的势能 真正的IP 一定是引领行业 往前发展 向前奔跑的 所以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行业的成熟度 也决定了做IP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前景 这是一张表 选择一个IP之前 要清楚 这七个问题怎么回答 一般很多创业者 是回答不上来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IP 可能是值得怀疑 社群IP的运作方法 关于社群IP的运作方法 有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 用户是谁 第二个 满足用户的产品是什么 第三个 团队 第四个 平台 关于用户 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用户到底是谁 第二个 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要具象化 第三个 你的用户需求规模大不大 还有就是 在这样一个需求满足过程中 有没有其他选择 比如购买东西 非要从社群里购买吗 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购买 是不是通过天猫 淘宝 甚至去线下店购买等等 用户有没有其他选择 用户在购买的过程中 或在观察东西 获得线索和信息的时候 他的受众路径 关注的路径是什么样的 还有用户在决定购买东西的时候 到底是哪些决策 是自己的喜好 还是一时冲动的 还有很多朋友帮他介绍购买等等 最后就是受众群 也就是社群应该怎么去构建 第二个关键词是产品 就是产品的价值观 你的喜好 擅长 定位 策略 产品的表现形式 比如说音频 图文 文字等等 这都是一种表现形式 要打造出有爆款的感觉来 只有这样的才有可能被用户接受 甚至是快速买单 第三个问题是团队 团队是独目蓝成林 想做成一件事 必须要通力合作 一般做IP需要三个组织 第一是产品的制作组 第二是新媒体组 第三是商务组 就是BD Business Development 商务拓展 第四个 要把组织成一个机制 这样可以保证 每个组织进行良好的分工和分钱 如果分不到钱 那做这个IP的团队是有问题的 要团队作战 要大家集体联合 形成一个小团伙 发挥自己的长处 优势互补 做一个IP 这样成绩会更好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是平台 平台就是围绕产品 围绕用户 做自媒体的矩阵 视频的矩阵 还要把线下的载体和空间 也充分利用起来 还有产品承载的平台 比如说 卖的是一某系列产品 那你需不需要 开一个线上店铺等等 这是平台这一部分 关于整个IP的运作 其实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从用户定位 到产品档模 到团队组件 到平台经营 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是关于社群IP的打造和运作 结合说的七个问题 再结合这个运作思路 我相信各位 在运作自己的IP的时候 在社群里面 呈现出自己的成绩的时候 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社群中IP的成长空间 关于社群中IP的成长清单 这个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 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玩的工具表 而且这个工具表 能够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在社群IP运作当中 我们要研究用户 需要打造自己的产品 组建自己的团队 要去经营平台 在做产品层面 到底去做哪些事情 从产品角度来讲 要不断体验自己的价值观 形成一种书面化的东西 而且在选择这类产品时 尽量从生活中体悟 应该把IP这样一个 商业化过程或项目 当成自我人生的一种梳理 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甚至没有主动组建 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是蛮可悲的 很多时候受到的教育 都是知识教育 技能教育 是一种功能化的教育 但关于人生的教育 是进入大学 进入社会之后 看了一些书 听了一些所谓的心灵鸡汤之后 才自己慢慢动物 但在人生观层面的打造 我们是天然缺乏的 这个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 有很大不同 国外生下来都是有信仰的 但我们国人是缺少这一块的 我们就拿这样一个表 对自己进行重新审视 虽然看起来比较啰嗦 但对各位进行自我梳理 特别在IP方面 能够形成一个非常生活化 具象化的框架的话 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一个部分叫定位 我们首先要明白 定位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原来学市场营销定位 它其实在市场上 一块市场一个需求 然后做这样一个市场小定位 对于人生来讲也是 人和项目本质上一样 都是一个个个体存在 对个人来讲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太虚 太缥缈 不合时宜 但我相信当夜晚 夜深人静 回想起自己人生存在意义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会为此而流泪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意义 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一眨眼 二十年过去 三十年过去 四十年过去了 非常短暂 如果说人生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非常年轻 开始行动 进入社会的时候 不去做一番思考的话 那到老年 冥冥之中 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再谈人生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奔跑 创造的能力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王德顺一样 老了 依然活得很精彩 所以 人生意义 人生 目的 这个问题 要尽早的去思考 第二个 是你的人生目标 是什么 你有理想吗 你想实现什么样的人生理想 想走到哪一步 实现多少财富的目标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人生目标应该很清晰 可落地才行 这个人生目标越早接触 越早进行树立的话 就会越早达成 有个数据非常清楚 就是国外有家机构 对一群人做了长时间的跟踪调查 发现 凡是及早树立人生目标 而且目标非常清晰的人 大都获得了成功 而那些浑浑噩噩 从来没有给自己人生 做目标规划的人 最后大都一事无成 所以对于一个IP来讲 思考人生 目标规划的意义 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问题 是你的人生标杆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 但不要把我们的偶像 仅仅定义成简单的小明星 应该从深度上思考 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总之 要找到一个人生标杆 因为有了人生标杆之后 就会给自己的内心 定下一个方向 这样按照这个标走就行了 也不至于出现迷茫状态 这是人生的标杆 找到一个对标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是你的社会地位 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社会活动中 你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 比如说著名的社群专家 新锐投资人 可能找到我的title 还有家庭定位 在家庭这个社群里面 你的定位是什么 作为女孩子来讲 未来成为一个妈妈 要相夫教子 作为爸爸来讲 在家里面要担负起养家赚钱的重任 所以要在家庭当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 是在主导地位 还是从属地位 还是大家地位平等 还是去教书路人 还是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要有清晰的规划才行 最后一个是行业定位 我们成为一个专家 或者沦为与庸裁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找准次的行业 在行业里面伸扎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 很容易地识别你 这个非常关键 社群中的IP 个人定位非常关键 如果定位不好 所有的内在和外在都会出现问题 关于内在问题怎么打造 内在包括哪些 包括气质 时间观念 财富观念 社交资产 以及知识体系 最后就是通过什么方式 承载下来 一般通过自媒体的方式 我们特别强调 跟人交往的时候 社交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气场是尤为关键的 气场就是和别人交流时 所带来这种感觉 情绪 正能量 还是一种非常激情的 萎靡的状态等等 气质 其实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 还有性格 是外放 还是内向性性格 时间观念 就是对时间的态度 是不是很强烈 喜欢吃的人 说明时间观念不强的人 这样的朋友 我认为慎重交往 还有就是你个人 是不是很有计划性 我们每天都给自己做规划 这样就可以有条不紊 把一天打你的非常干净 有效率 做事非常快 而且有结果 下一个观念 是财富观念 就是要明白财富的结构是什么 引力的方式是什么 未来的财富计划 未来十年 二十年 到底实现什么样的财富目标 这点要明白 第三个方案是社交资产 对你的家庭观念 社交圈子 社交地位 朋友等等 要给自己做规划 不要停留在一个圈子里面 要不断往上走 而且不要家庭观念非常薄弱 因为一个很厉害事业有成的人 家庭一般做得非常好 这是社交资产 还有知识体系 包括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 还有行业知识 是不是已经做了梳理 还有生活诚实 生活知识 是不是做了梳理 通过这些内容 通过做自媒体 做一些输出 比如定主题 选内容形式 选平台 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外在是什么 包括衣 食 住 行 用 言语 衣是指 比如说 穿什么样风格的服装 喜欢暗色的 还是亮色 一般喜欢暗色人 可能比较保守一些 喜欢亮色人 说明比较外放一些 穿着打扮 也可以反人的性格 还有配饰 穿着打扮之后 是不是喜欢戴手表 是不是有一些行头等等 食怎么理解 就是就餐风格 喜欢喝什么酒 是否有隐藏习惯等等 这也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味 住比如你的家居风格 是欧式日系 还是中国风等等 还有旅途过程中 是喜欢住民宿 还是喜欢住酒店 还是喜欢住豪华套房等等 这都会显示个人的品味 和人生经历 还有行 比如喜欢什么样的车 日系车 德系车 美系车 国产系 还是豪华车 这都是品味的体现 当然还有出行方式 喜欢坐飞机旅行 还是喜欢坐高铁 还是喜欢去一些 人文风景的历史遗迹 还是喜欢园区自然风光海滩等等 这都体现一个人的品味 很多人认为衣食住行选择跟钱有关系 没有那么多钱要怎么选择 其实衣食住行只跟风格有关系 多少钱那不是最重要 关键是品味和选择才是决定性的 外在还包括用 比如用什么手机 用什么笔和本 爱好的情况 还有你的化妆品 包包 这都算 这其实也是一个小细节 最后一个是言行举止 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具有逻辑性 还是感性的人 还是声调上 是不是有这种爆发力等等 这都是个人的外在表现 还有你是一个非常有迷茫的人吗 是一个喜欢聆听的人吗 等等 这都是言行的一个表现 外在透露内在 内在反映个人的价值观 也就是定位 一个人 一个IP的成长 无非通过几个文化来呈现 真正哄给自己 哄给后人的网红 才是有质量的网红 所以要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历程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规划 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成长 让未来IP变永生 这才是终极对决的目标 社群IP的炒作过程 社群中IP的炒作过程 做一个IP注重一个关键词 比如做什么用户 选择怎么做产品 组建团队 是用什么平台 从个人定位 个人外在和内在 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 做一个个人IP的成长过程 不仅仅是满足当下赚到钱 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IP过程 给后代给自己满足 这是做IP真正的目的所在 一个IP的爆发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一旦到了临界点 需要让IP破土而出 成为大家所公知的一个 IP的一个网红 这样一个爆发的过程叫做炒作 市面上很多所谓的案例 都是炒作的过程 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现象 所以这个社会是被设计的 世界远远不是想的这个样子 这本来就是一个世界的潜规则 做IP做商业也是这样的过程 想在什么时候爆发 产生最大的收益 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可以控制的 一般来讲一个IP要想真正活起来 需要一个炒作的过程 这个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埋伏好线索 第二个阶段引爆线索 第三个阶段是事情再度升级 第四个阶段是由当事人 澄清说明事情的来往去脉 第五个阶段是真正录出意图 转化做商业 第六个阶段是再传播 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一旦过程走完之后 我们这个IP做第二轮 第三轮更多轮次的传播和炒作 基本上所有的明星IP都被按照这个流程 做这个过程 当然不建议长期用 炒作的套路很娴熟的时候 一旦被老百姓识破 这些粉丝对你可能会有些看法 现在想模糊过关就越来越难 主要是因为社群老师不断传递技巧 干货揭露内部 所以很多人觉得越来越不好做 有时候因为我们揭穿了很多操作思路玩法 把一些隐藏在商业当中的潜规则 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地告诉各位 以至于很多人在玩的时候都失去了神秘感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断反思 讲太多的机密好吗 讲太多的干货和技巧真的好吗 第一个是埋伏 想炒作IP的时候 先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小信息 由注册小号发布出来 就像小孩本身激发出的情绪内容 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一个是想号 因为这个事情是策划出来的 意味着不能有大V直接发布信息 这样大家听起来很明显是炒作 就会怀疑所以先埋伏好 比如打仗的时候埋地雷 经常关注到的地方 不设好地雷 让它故意踩到 然后引爆 炒作过程也是这样子 先把线索埋伏好 第一关键词是想号 这样让大家觉得事情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比较符合人的认知逻辑和认知习惯 第二个关键词是所发布的内容 最好能激发情绪 即使你的网络词再好 一旦内容不具备有争议性 不能带动人们的情绪的话 做这样的炒作过程也可能会失败 只有好的内容配合好的渠道 才能产生好的炒作效果 第二个关键词特别强调内容 一定要激发人的情绪 比如某个争议 比如激发人的爱国精神 比如看了就想吐槽的 然后直接进入心坎的 这样的内容一般非常切合炒作 一般在埋伏阶段 为了达到目的 让用户产生情绪上的共鸣 只有产生了共鸣 才有可能把共鸣进行同步转播出去 如果这个情绪没有产生内容和情绪的共鸣 那么大家没有办法自发传播 进步埋伏 第二步叫做引爆 引爆是什么意思 前面只有埋伏复好了 此时需要点一把火 把线索燃烧 点着之后可能引爆地雷 炸掉地雷 同样道理 炒作也是 需要有一个点火的人 这个点火的人叫做KOL 我们是一个IP 我们IP本身非常弱 没有办法引爆 需要另一个点火 带着我们引爆 只考虑本身 此时KOL集中转发 很多版本的转发 里面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KOL本身 专门操作的人 需要用KOL 作为KOL 也会起到发布的作用 第二个要集中转发 而且很多版本的集中转发 集中转发产生相应的效益 就好比引爆原子弹的时候 一定是多个元素在里面 集中力面才会产生核爆炸 就是产生这种巨大的威力 如果产生效益非常弱 是不足以产生炒作和引爆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版本 多版本的意思是不能说 编辑好一个内容之后 让这些同时转 这样很容易会穿包 要模仿KOL的口吻 制作段子进行转发 这样不至于穿包 这样让他的粉丝感觉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事件 而且是KOL本身自发转发的 这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引爆本质是火烧圈子 是利用KOL本身 撬动KOL粉丝 比如像这么多大V 本身有几十万几百万 上千万的粉丝量 把这些线索埋伏好 首先把这些线索引爆 KOL本身的粉丝也非常关键 第三点是升级 升级一旦有这么多的KOL 同时引爆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谓的娱乐八卦 等行业的媒体就会风怒而上 这些行业媒体的记者 就会调查研究 跟踪报道采访 完了之后写一篇稿 本身媒体就是靠这些热点来火热 这个时候 对这些小的事情 尤其是集中引爆 小的事情特别敏感 敏锐 集中放大这个事情 然后把一个本来 发生在凝碎空间里的事情 变成了公共事件 本质是在行业里面 放大这件事情 经过前面线索埋伏 和KOL的引爆 和行业媒体的助攻 这个事情就火了 这个IP本身开始火了 此时 上亿的粉丝跟踪这个事情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会追问IP本身 这个时候 如果不做一些反馈和澄清 粉丝就会不依不饶 甚至不做一些澄清 作为上层机构 就会对你有看法 到底玩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 第四步 当事人作为IP人 需要当面澄清 形成新的围观 这一层 基本上所有炒作 过程达到巅峰 到高潮阶段 本质是个人的公关 第五步 转化 开始爆出来商业计划 第六步 掀起第二轮的传播 扭传统媒体 对该事件进行再度曝光 继续扩大传播面 另外 还可以把此事件 复盘成商业案例 写进书籍 或装成课程 进行案例式传播 到了再传播 整个炒作过程 基本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当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好多时候 这一轮传播结束之后 再做第二轮 第三轮是一个 循环往复的过程 这就是IP的炒作过程 企业社群 IP思维落地 关于企业社群 IP思维落地 提供两个非常好玩的工具表 一个是用户清单 还有一个零状图 社群里面的IP思维 是好玩的工具 而且不仅对个人有帮助 对企业来讲 也有很多帮助 未来很多人 一定会做自己的企业 公司 现在构建起一种IP的思维 对各位经营企业 一定有帮助的 首先看这样一个清单 对于企业来讲 IP思维怎么落地 有什么实际作用 过去做一个项目 按照传统的招商方式 可能吃力不讨好 花了很多钱 最后所带来的效益 招商的加盟数量没有太多 而通过IP的方式吸引到 加盟商却是络绎 第一点 第一点 品牌人格化 就是这种IP的做法 相比于传统企业 互联网公司玩一些人格换东西 比如说小米一样 有形象的代言人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自己形象logo 不仅仅是京东狗也好 还是天猫 像黑色的猫一样 互联网企业特别擅长 把品牌和有生命力的小动物 联系在一起 包括苏宁易购是一个小狮子 百度是一个熊掌 很多人特别擅长 在人格上 人格化上做手脚 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人本身或是用户本身 对于有生命的东西 有天然发自内心的青睐和喜好 品牌人格化 把一个冰冷冷的品牌进行升级 跟用户距离缩短 甚至走到用户的心理当中去 品牌的人格化这一块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个品牌的定位 第二个品牌的表现 关于品牌定位 包括先做一些受众的画像 比如说到底是年轻人 还是老一点的中年人 怎么样 还是用户的画像 这样可以做一些细分 小米本身做这样一个形象 其实就是在切中 年轻人特别轻松 放松的群体 做了非常好的形象 然后就是行业定位 一直讲首席行业做什么样的品牌 这个定位可以确定品牌的性质 围绕定位做一些品牌的表现 比如品牌之价值观是什么 品牌的人格画像是什么样的 品牌的展示路径是什么样子 以后做这样一个实际的项目过程中 关于品牌的表现 品牌的做法和定位 找到专门的机构 或是专门的市场部 一定会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重点将老板的领袖化 这也是很多企业家所不屑的地方 新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 经常刷屏我们的朋友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 当我做一件事情 发出一篇演讲的时候 带来的是大量的流量 我们作为传统企业家 应该成为公司的第一业务员 第一传播人员 这样才有可能带领团队 集体实现流量的获取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锤子手机的罗永浩 小米手机的雷军 阿里巴巴的马云 他们特别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难道他们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吗 这样的站台是很累人的 但没有办法 只有老板把自己的品牌 和其他品牌绑在一起 用户才能可能对你产生持续关注 因为品牌是商业行为 而老板本身的发表演讲 提供某种观念 做出什么事情 像刘强东经常搞一些花边行为 其实这是给品牌导流 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清楚背后的玩法逻辑 怎么做这种老板的领袖化 或老板的IP化的事情 要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身份的定位 定位的目的是简单 就是要把老板打造成品牌的第一代言人 公司第一代言人 第二个要清楚个人风格 马云是典型的江湖人士 给人感觉非常放松 非常侠义情长的一个人 李延宏是一个非常儒雅的海龟 所以每个人风格不同 围绕着这样一个个人定位 开始做个人的仪式感包装 首先从生活方式中获取 比如马云是江湖人士 喜欢武侠 所以你看到他打扮侠义 很少穿正装出席活动会议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自我状态 这其实是一个人的标签 除了个人风格和生活方式之外 我们考虑个人的故事 发现所有的创业家或企业家 都有自己一套传奇故事 这些故事没有成名之前是微不足道的 但今天反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新闻 或是一些故事的传说 顺便把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带了出来 这就是个人故事和品牌故事 连接关系还有个人体系 作为老板来讲 很多传统企业家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发现整个互联网上呼风话语 经常刷屏的反而是一些没有太多个人经历的人 把简单的经历做成生动的故事 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作为传统企业家 有这么多经历 没有把经历通过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 因此需要做一次包装 尤其是自己个人的体系 现在的年轻人互联网企业家 一些其创业者也好 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时候 头头是道 是什么怎么办 甚至结合目前这种政治环境 从一些哲学角度 把问题剖析得非常透彻 难道这些人的知识文化非常高 而传统企业家却不懂得怎么说 其实不是的 整个过程需要一个策划 需要包装 个人知识体系也是这样 比如说做餐饮项目烤肉饭 吕强本身是传统企业家 已经做餐饮十几年的时间 让他说出来一些玩法 他也可以清楚地说出来 但缺乏逻辑性 做一个逻辑性 把他所具备的经验和长处 形成一套知识化体系 放到市面上 让他自己输出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再就是个人的公关活动 当有体系之后做的包装 有个人故事做衬托之后 要不断出席活动 在活动现场不断把自己个人背景 和做法等等一一呈现出来 这时候就等于给自己做了一轮PR 顺便把公司的一些业务流程说一遍 把一些业务做一些推进 这个时候又对接过来 有一些业务单慢慢向你靠拢 就是通过老板做领袖化做法 实现订单的转化 这是具体的办法 第三个落地的方法是服务的产品 产品化 这跟传统的内部创业有很大关系 所有产品把功能部门单独成小的业务单元 除满足本企业的服务之外 甚至可以利用闲暇时间 借一些外部单子 比如说我的朋友做瓷砖生意的 他们的人力资源部单独盈利 帮助渠道商做一些内部的人力资源培训 和体系的输出 这样赚取新费用 他们已经开始自负盈亏了 仅仅一个人力资源部实现了自负盈亏 财务部做类似的事情 市场部也做类似的事情 这些服务已经实现了产品化 这种产品不仅满足了整个企业的需求 还可以帮助渠道商 帮助其他客户实现商业转化 这就是服务产品化带来的价值 当然这一部叫做 叫岗位的降人制 让部门负责人或者是核心关键人物 成为这样一个人 成为领域的专家 向外做疏导 这是服务产品化的具体思路 第四个是内容自媒体化 就是要基于目前产品性和品牌的调性 做自媒体的计划 同样把这样一个内容调性梳理好 而且把内容结构形式排版排击做出来 最后一项团队的公关化 很多互联网大的公司 主管部门的领导经常出来站台 讲一些企业的创业技巧 新媒体的玩法 公司怎么做产品 以及对行业的看法 除了领导 创始人做这种输出之外 其他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做输出 这个其实是团队的公关化 从高层 中层 基层 每个人成为IP 成为网红 就形成了这种团队的IP的集体作战 这种所带来的流量集中是爆发式的 这是关于企业的社群 IP的思维 落地的清单 我们看最后一个品状图 IP的综合体系 除了创始人有IP 品牌打造成10亿美金的独角兽来做 同时要把产品打造成爆款 因为爆款本身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对于品牌的传播和流量是有很帮助的 还有让重点客户也能成为我们的IP 我们不但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势能的网红 而且要帮助客户成为网红 获得成就感 还有除了客户之外 我们还要用粉丝 用户粉丝成为我们品牌代言人 现在各个品牌之间可以相互PK 我们要尊重友商 甚至让友商跟我们一起发展 一起为行业带来进步 所以这是整个一套IP的综合式打法 除了创始人成为一种网红或是拟袖之外 品牌也要是独角兽的特质 产品具有爆款特性 客户要成为关键客户 帮助他们成长 让他们成为渠道或是客户的佼佼者 还有粉丝也要跟他们一起成长 还有我们的友商一起为行业代言 通过这样的集体式 密集式打法 才能真正把IP玩透 玩出感觉来 这就是讲的关于企业社群里面 IP思维落地的具体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